大家好我是李氏 最近都在比賽 很少拍這種 李氏風單車系列 就是出外景啦 每年大概到了五月中旬 台灣的車友就會開始進入備戰狀態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比賽大部分都是五月過後 基本上四月開始就有了 尤其是六月到九月這個期間 備戰武嶺更是許多台灣車友 每年必做的功課之一 因為每年六到九月 大家都會想挑個一兩場武嶺賽事 不管是東進還是西進 來挑戰自己突破自己一下 讓自己感覺有在騎車 所以李氏也不例外 想要練五月好好的備戰一下 前陣子的大神山 熱身開季 前幾個禮拜結束的市場盃 調整差不多之後 就要開始針對武嶺來做訓練 那麼李氏今天主要是要帶大家去 新竹最有名練武嶺的聖地 也就是余老 再加強版 深入冒險 正西堡 來回的爬升 接近三千左右 還是三千多 我有點忘記了 我已經兩年沒去正西堡了 簡單來說 今天就想要來大爬一下 來個武嶺特訓 重點是喔 今天我找了兩位教練 嘿嘿嘿 這一集 不只帶大家欣賞 余老正西堡的美景 更多的是 從這兩位教練神人級 傳說人物的身上 學到一點 小撇步 分享給各位 我跟這兩位神級人物啊 約6點20分 尖石相攻守 那麼我們廢話不多說 正片馬上開始 GO 氣象說呢 最近會沒雨大爆發 今天可能是好天氣的最後一天 感謝老天爺啊 這天氣真的是很可以啦 今天我要跟 傳說中的兩位大神 第一位是我們台灣交王 台灣交王阿中哥 只要有關於交 就他管的 是吧 SIS的總代理 還有另外一位大神就是 我們台灣KON紀錄寶持人 王應之大大 雖然他現在還沒出現 呃 帶一點附近 那我們的王應之大大 是我們台灣KON紀錄寶持人啊 330內 有沒有誇張 非常誇張 那今天想約這兩位呢 聽說我們中哥 今年的武嶺 也是想幹一番大事 那我就想說 問他可不可以一起來練個爬坡 順便要請教他很多關於爬坡的 學問 因為到現在李四也沒有武嶺破山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武嶺破山真的已經不稀奇了 那像我們這種業餘的市民啊 我個人覺得以前破山可能就很神 現在可能要是250了吧 但是破250才會真的我覺得才被 一般業餘的有在比賽的選手 肅然起勁 所以這也是我的目標 雖然我破山也還沒有成功 今年看有沒有機會 當然最希望是250內啦 最希望 就是一直在朝這個目標調整 等一下我們騎的路線其實蠻硬的 就是一路從 尖石巷公主出發 雨老 然後正希寶 然後整路都不停 然後正希寶短休 就馬上回來了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看能不能躲過 我後來正希寶應該可以啦 看起來感覺蠻穩的 是不是阿中 講著講著第二位來了 神人 走走走 走走 我們看一下中哥的車 中哥等一下呢 算是浪很大 中哥用這一台 這個是 好 中哥用GrabbleBuy GrabbleBuy就可以對付我了 先浪個50W 他說主力差不多 差不多差50W 然後我們的硬之大大呢 騎現在很有名的可樂果子 現在到處都在彈這台車 很奇怪阿 滿滿的 UAE 帥帥的 太開心了 能跟兩位一起騎車 光是用C的 經驗值就很夠阿 兩位教練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 GO 好OK 舒服 被控制的感覺 而且通常不會控制你只有300 你通常會一直400多快500 那種 你不知道是那種感覺阿 安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氏 今天騎的路線是一槍正希寶 來回的距離差不多90公里 總爬升約2800公尺 是訓練耐力、爬坡、下坡技巧的五星級路線 第一批 尖時尚羽老 是陶族地區經典登山路段 陶族地區的高手都會稍微招呼 欸 你羽老騎多少 尖時尚羽老的路段成績 大約可分成幾個等級 到山頂羽老派出所 不管左上右上 能夠60級分都是精英級的人物 70級分就差不多可以稱之為 頂尖市民市民精英 我們英姿大大很給面子喔 他說很久沒有騎正希寶 該不會是因為與我約的關係吧 對啊 李氏約了 哈哈哈哈 這樣我都已經那麼早起了 哈哈哈哈 兩位大大真的是 太給力了 像我每天就是那麼早起差不多 上班族的練車就是五點你知道 所以四點多要起床 去日本比賽不用適應 真的喔 對啊 要六點開賽 那你比沖縄應該也很適合 你說環衝城嗎 因為有時差 加上如果你是市民族 你很早就要去騎一點整 OK 前一天我們三位有稍微討論 今天的騎乘內容決定以第三有氧為主 感謝兩位降瓦培公子讀書 練一下長時間第三對耐力非常有幫助 我的瓦數大約都落在230-240瓦之間 心率150寶石舒適輕快的節奏攀升 這一段青蛙石坡度蠻陡的 就很難維持在力三啦 大約都會開到力四到力五之間 不然很拖很難騎 魚老這個路段也是很多高手挑戰計時的好地方 有點類似測CP60 一小時最大輸出功率的概念 總之啊 魚老騎得好爬坡沒煩惱 好這段可以的話上個大盤 跟隊友拉一下速度會快很多喔 不過正常爬完青蛙石還能上大盤的 都算是頂尖市民精英水準 才有辦法這樣玩 一般的車友爬完這段早就QQ的了 還上大盤勒 他昨天也是最後是前景跟前景 好這段就完成再次行 要先準備好了 先把手我們的車友 女士這邊稍微分享一下 魚老路段分析 如果你到這個民隧道 騎乘時間是30分鐘內 那就說明你還蠻厲害的哦 真神人大約會落在25分 不過也別太高興 後面的坡度是越來越陡峭 很多人這裡騎太快 後半段還是會衰退不少喔 精彩變成大街你看 變漂亮了 過了精彩商店後 是連續的髮夾彎陡坡 前面騎太快 這邊常常會有點撞牆棋啊 來到15K是平緩的路段 可以稍微喝口水緩和一下 也可以稍微趁機拉高回轉 舒緩一下腿部肌肉 當各位看到右手邊磁磚強 就說明魚老最硬的一段16公里 魔王坡要來啦 將近1公里 平均坡度接近10% 前面 sagen 這個排水餅 爽口杯 小辣丁 點綁 就幫助 左手邊 終於舔完魔王坡啦 剩下最後3公里 來跟草莓黑椒來騽 等一下上魚老不落地直接下滑 先吃起來放啊 來到魚老逐六時19K三叉路口 不管左轉右轉都可以到魚老派出所 而且不管你選擇哪一邊都很陡就是了 但是右邊距離短了不少 大約少爬升100公尺 也有一些車友會利用三叉路口成績 來預判蹊徑無理的時間喔 如果到這裡按錶時間60分鐘內 蹊徑我敢保證你100%破山 甚至2小時40幾分都有機會 如果是65分內有機會破山 低標大約有個310左右 那麼四名車友普遍最想突破的 蹊徑330呢 只要你在剛剛的三叉路口 可以70分鐘左右到達 基本上都很有機會破330喔 真的蠻準的 非常有參考價值 歡迎來實測實驗 大魚來了 直接下去 直接下去 繼續下去 Go Go 1,540公里 2,540公里 2,940公里 2,680公里 4,530公里 5,5,6,4… 5,7,7,7 瓜布 哦,哦,天啊 嗯,很痛 第四個車 這一路到正希堡的區段也是一直爬一直爬 總距離大約16公里平均波度6%左右 看了一下此路段的實刷把乘機 厲害的菁英車友大約60分鐘左右就搞定啦 不過今天不是來火拚的 真麗山聊天棋 兩位前輩整路聊著選手之間的趣事 我這位市井小民旁邊看看風景玩完殺 到正希堡前路況還算不錯風景如畫 聰明鳥叫清晰 遠離塵銷死在舒坦 還有立合戰爭 所以 斯維尼亞這邊有時候一些國家舉表賽的選手啊 你可以看到他舉尬的設計 然後瑞德加 定了 就拿 就拿 深的套件 終於來到泰盪警察局啦 正希堡必經之路 兩位大神又在飛啦 嘿嘿 陡坡都爬完啦 距離目的地正希堡大約只剩下4-5公里 這後段各位可以鬆口氣 都是平緩的丘陵 微爬坡 哇吃的幹 把我的襪子 handed Particularly 呵呵呵呵 看到這個46K 還要再深入大約1公里多 目前我們位於星光部落 真的很深山 連續犧牲時間已經2小時半不落地 穿在那邊 GoGoGo 我終於跟這些神人騎到腳軟軟的 我現在連牽車走路都綿綿的啊 各位有沒有看過王應芝牽車 王應芝也會牽車他也是人的好不好 稀有珍貴畫面王應芝牽車 只有理事頻道看的到哦 我們王教練,難得下馬 我們花了兩小時48分 全程有氧騎 安全安全 我們等一下警哥拍照補給誰補給一下 夏老師馬酷是嗎? 沒有 叫我趕快趕下山躲雨 因為聽說中午還是會下雨啊 OK 各位我們騎了大概兩小時48分 看哈路里好像燒了快兩千吧 所以你要趕快 補一下碳水 再來一個邪惡業配 硬要配 前陣子香蕉媽的 那膠農都出來上新聞 都說舅舅膠農 現在我們台灣交往阿宗 給他30秒時間 來給我們全國觀眾 說明一下SIS現在的困境 還是沒有困境 不要下班好嗎 果膠有點卡到 什麼都塞啊 最大可以換口味嘛 支持這個能量棒 還有這個 軟糖真的蠻讚的 上次我花通吃一次我覺得 蠻爽的 有沒有想到上廁所的時候 我們這樣回去大概比較快 回去大概兩個小時內 就只有走那裡 你就沒有再往下這邊走 OK 我們現在起程 來去買水 你要去 地瓜酥 你可以加一點 冰水就可以喝 滷肉有點淡 這個要做 來干媽醬 深山的咖啡 再加個勇博地瓜酥 這個熱量 有400卡 泰雅咖啡小站 大家有沒有 跟這兩位生人 也是可以很休閒的好不好 要不要杯一個高麗菜 用這種 喝阿比的塑膠杯 來喝這個 深山美式咖啡 憋了一番風味 我有還蠻燙的 其實我感覺 武嶺這個比賽啊 他一開賽 就先更好 不要浪費太多體力 然後清淨這段 是稍微關鍵一點 在那個 一個收費戰爭 那邊 這一段比較關鍵一點 要更好 再來下一個關鍵就是 冰風 冰風 昆陽過後 我覺得每次冰風 冰就開始不好騎 就會覺得體感很不舒服 他其實應該不算不好騎 他應該就是你的體質下降 對對對 就會覺得 幹 到底是怎麼會這樣 好拖臥 而且加上 高山陣啊 因為你平時很少去高 所以 只要一高山陣的時候 你的體能就會直接下降 就直接打10分鐘 所以基本上要破山的 其實關鍵還是時速 量量要大對不對 所以因為他也沒有什麼 卡位技巧也沒有 對 他就純體能 純體能就是用時間去換 對 你可能要常做一些 15分鐘的 什麼SXC啊 對 然後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一個小時 然後一週我覺得至少要12到15 沒有這個 我覺得最少要10個小時 還要有效率哦對不對 不是嗎?軟爛這樣哦 最早弄餓 不然 難啊 那跟我現在目前的練法蠻像的 不然你跟這個做路 希望今天也可以順利 短暫休息 吃飽喝足 離開正希堡 星光部落 這種長距離爬坡路線 能吃的時候千萬要多吃點 尤其是這種深山 餓到要有人來救你都很難 回去就剩下秀卵上雨老 這段爬坡路段啦 尤其是秀卵中段 超抖超硬 趁上山前 趕快再吸一條果膠 最後這段7公里 平均8%的秀卵上雨老 我打算直接把自己炸乾 但最多應該只剩8成公里 早就已經做好 隨時被兩位教練 處理的心理準備 嗯...過了三分之一 目前鐘哥已經噴走 影子 順順的 救我 非常不順暢 如果你們有機會 如果你們有機會 齁...騎得很爽 幹 剛想要幹子突然不斷變 我想要完蛋了完蛋了 好在有發現問題喔 幹 回不去欸 不會啦 沒人家臭嗎 這個...秀卵上雨老 最後3公里 真的很陡 尤其是從正希寶剛回來 有騎過一定記憶猶新 竟然是最後倒數階段 就把油箱炸乾吧 本日KOM 依然是... 膠濃 騎這種瓜波拜還可以 秀卵上雨老 幾分?好像35分 超屌 而且我們已經騎正希寶囉 這邊騎35分是很夠力的成績喔 下次可能要騎他的新車 然後刷個30分內這樣 今天天氣真的不錯 稍微舒緩一下 就要下山吃午餐啦 今天這個長爬波特訓真的是蠻爽的 跟兩位大臣這樣練功西趴 降瓦陪練 理事真的賺到了 然後還賺到這麼好的天氣 哦呦哦呦及霧了 要下山躲雨囉 嘿嘿,本日長距離有氧耐力訓練終於下課啦 跟這些職業學手騎車,連下坡都有鍛鍊的感覺 路彎的角度、順暢度、速度,都是我學習的機會 下坡不是慢就是安全,快去看我以前的廢片,複習一下吧 抓下把,直視前方、遠方,隨時提早預判路況 如果這下坡是自己熟悉的路段,一定要試著去體會重心轉換的感覺 以及煞車力道的掌握 把握可以訓練下坡技巧的機會,不是一直煞車而沒有去鑽研過彎的技巧 空氣擁有使用 空氣擁有時再配線 可以運用大衛線 嗯,很舒服 嗚 下歌了 好餓好餓 你要趕快去吃飯 剛剛這樣子媽的 連下坡都在弄啊 跟阿丁騎車還蠻有趣的 慶典火 我就是喜歡這種感覺 這樣很像騎車嗎 不然騎公路車要幹嘛 騎公路車就是在享受速度與激情 現在呢 我要來帶阿丁跟我們的硬之大大 來去吃 很有名的 馬告 燒鴨 很屌 我還撿到一個登山王耶 哇操 應該是下坡的我覺得 今天上坡騎很慢啊 哎呦幹 兇哦 果然跟兩位大臣上課 7%有差 趕快現在真的超餓的 看一下剛才燒了幾千卡 2900卡 大吃一頓 金沙豆腐 原 原味的 原味的好不好 原住民風味 讚 跟兩位大臣介紹這個 馬告三寶 馬告三寶是哪三寶 燒肉烤鴨香腸然後 都有加馬告 海南也有三寶 海南拿三寶 那個老虎斑 油螺 和洛蟹 吃了三年不感冒 三天不睡覺 沒完打 最後一個就不要走 最後一個就 馬告燒鴨 很好喝 啊 點這樣可以吧 舒服啊 可以 有選手的感覺嗎 硬要 哇操下雨了 幹 哎我還要拿你蛋白 靠北靠北 你看我還是被雨淋了 不過至少不是騎車 我剛好在那個 附駕的後面 好 哎唷 哦 吃飽喝足啦 回家啦 今天運氣真的蠻好的 你看騎完車 吃完飯才下雨 騎車的過程中啊 大太陽 藍天白雲 出大景 實在是太舒服了 做了兩段的常有氧 大概都是一小時多的立山 最後一段 開一波 SST 好久沒有這樣子騎個 四個小時半了 真的是 蠻騷的 蠻累的 不就像阿中啊還有影子 剛剛在訓練的過程中 我們聊到的 就是總結來講 你如果準備的是武嶺這種耐力賽啊 訓練的時間 絕對是第一個關卡 先不談質量 光是訓練時間 你就一定要先挪出來 否則啊 你想比這種耐力賽 想要比的好 本來就是吃人說夢 他竟然就是耐力 那當然是需要花很多時間 去堆積你的油氧 所以這跟一般的一些 短爬坡賽的準備方式 可能比較不一樣 那阿中也建議 最少最少最少 你想把武嶺洗好 也要有一個禮拜 也要有10個小時 其實跟我之前的影片講的 有點類似 像今天你這些一樣 非常想要破山 所以今年 我目前的 周時數 大約都在12到15 並且 也做了很多組的 SST訓練 因為我發現 這種爬坡很厲害的選手 好怕阿中啊 硬姿 他們的 SST都打得非常好 想要好好的 爬好長坡呢 有氧的基礎 一定要好之外 SST也要加入訓練 而且要慢慢的 把SST 越拉越長 然後 在綜合 你每周的時速 這10個小時裡面 你的質量有沒有做到 大概總結是這樣 總之今天 他們騎車 真的很開心 雖然有點辛苦 不過 最後最後呢 下坡 有跟阿中在那邊 互弄互殺一樣 搶下了這個 余老道 兼10KON 下坡的 也拿了幾支獎盃 蠻爽的 那今天的 這個 李氏出外景 女神有約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李氏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也別忘記 幫我的FB粉專 以及IG 都追蹤起來哦 還有還有 不要忘記我們 TEAM GAME 也有IG粉專哦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 好 我們 我們 今天 我們就兩個 因為老虎飯跟和弱蟹超貴 所以我們兩個就點那個 油螺 油螺就是一個很大顆的螺 然後把它弄出來 然後就整顆是螺肉 然後切片 然後快炒這樣 那麼大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有點不想念 然後我們就吃囉 我們那天明明就是比完八天的比賽 然後我們兩個就吃完那個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晚上一直睡不著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一直躺開通道然後一直對開 睡不著 然後我們就說哇 油螺真的很厲害 油螺真的很厲害